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一股,我是Vicky Winkman 这一节有Arnold和我们推介她的深水股份 Arnold,你好 先回顾上次你推介的股份,就是中海油 恒指期内的表现跌了270几点 跌幅方面有1.38% 股份方面的表现,跑人大士期内跌了2日 升幅由1.9% 看看当时的买入建议 当时的买入价是9.9,目标价14元 致市价是9.1 期间摩幅最低的9.7.1已经买入了 最高是11.64 这股份相对上都比较强,应该继续持续持续 可以的,但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近几个星期一都放工用假期 没有做到,没有持续一股 这是差不多三个星期的事 三个星期短线也好 你经历过股价波浓带的 我们就是说这些是一些适合中长线投资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短炒的话 你很可能突然觉得11.6多的位置是一个目标价 或者11.5做一个目标价 但事实上如果你由10元以下买 只会到11.5的确有1成的利用空间在那里 这些股份你用来炒波幅都可以的 但其实你做中长线来说 当然这个你现在看回之后 可能那时候10元买了 然后11.5的位置放了 或者1成了11元走了 再找机会买份炒这些股份都可以的 但是不发算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精准 譬如这一刻假设你之前走了 现在落份下来 究竟什么位置买回呢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抱着一个中长线心态的话 没什么问题的 甚至就算高位追了 有些人11.5才追883 现在在捱价 至少搜这些股份我觉得要搜得过去 其实原理很清楚就是说 883也好10800也好 这两个最多人问的 很多人就是说 看不看它最好硬正的股价 你理解一下硬正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说 它有个很稳定的盈利能力 有个很稳定的现金流在那里 现在的市况是一点都不稳定的 既然它有这些稳定的因素在那里 那就变相比较硬正 但是假设现在市场最担心的东西 就是说经济大萧跳 滞胀 一旦出现的话 它们都不能够避免 一样没有追跌情况在那里 所以大前提就是 你看不看好厚舌 看不看好正式经济 如果你有看好 我觉得在建仓上 一定要执反这些股份 所以我觉得 看你真的做中长线还是短线 短线这些位置有尴尬的 上又不下又不下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如果你是中长线的话 什么位置持住都好 我觉得 你会有什么东西 甚至是自己亏价 都可以放在一边 因为我说的问题就是 股息都是便宜 都会有机会跌下去 每一个经济差得很重要 就是你捱 捱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出来 所以你真正详细说三五七年的 八八三这些位置进行到做投资 我觉得问题就是不大 好啊 都先看市场 因为其实港股今天看起来好像弹不起 虽然都回升了 但是对比起今早上升二百多点 其实都缩了一截下来 看回现在的港股 其实都在二百五十月线之下 距离上一个低位一百二三五 其实都是差千多点 港股这么弱的情况 是不是还有希望 不会没有希望的 我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 好像近几个稳定不 USD那些 零那些就叫做没有希望 如果你说用没有希望来形容港股 我觉得就太过悲观了 但是如果你的希望就是短期内 上两万一 两万二 甚至两万三 两万四 两万一 两万二 我不会觉得没有希望的 但是两万三 两万四 你突然间觉得指数要达 在这个位置达二十多个百分比 那就就是没有希望了 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况 都仍在关注经济行压力 在过去这两三个月的日子 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都是差 那市场是不会突然跑上去的 但是在目前两万点下的水平 我们可以收集股份 但是收集一些优质 收集一些基本因素好的股份 当经济慢慢摆脱困境 很多负面因素反映到七七八八 甚至一些东西开始好转的时候 它真的OK的时候 就受惠能力炒上去 但是相反这段市况 或者过去一个月 你会看到很多股份很残 突然间单日弹得很厉害 好像在上个礼拜五MSCI 可能在换马上 吉利亚长盛那些弹得很厉害 但是那些很难无以为 我们就不是很主张 投资那些长线 投资在那些沉底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就是 选择性吸納这些市况 但是在说月线图方面 看图上 这几个月都难收的 你参考一下 现在月线图 是每个月收时间来看 如果你说上个月 你未去到最后一个假日上 你都以为二百五十月才会守不住 所以现在又是上个月 上个月中那段时间讲到道理 都未去到整个月收市的时候 不用那么快投放认输 所以这一刻玩港股 是几乃之的 你不去到最后一天 你都分不到胜负在这 我觉得暂时来讲 就港股 你短线真的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如果你的目光视 就是说海中短线 一天去到大约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是如果你很关注 未来短线的报告走到上面 你不如关注几点 所以等个市冷静回来 上到回去 可能经常都说两万三 两万四的位置 你才再买回来 因为你看图上 由三万点跌下来 都是行的一个浪大浪的形态 但是未来每个月收到二百五十月 又不差的情况 整固完一轮 然后又有好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摆脱弱势的时候 就会适合断炒 所以暂时讲短线 就不用想的 中长线来讲 就慢慢分注吸纜 我们讲讲 如果有一个月 假如今个月 真的守不到二百五十月线 就算了 那就减慢收集期 起码整个部署上面 保持弹性 中长线投资有三五七年级 所以暂时来讲 如果你看到目光视很短线的话 简单一点 现在月线在二万零六八点 好上你的位置 未上回去前便小心一点 一穿的时候便小心一点 所以少做少坐 你来讲 只是手足费 差价等等 都可以输得很小 所以你说 现在的策略上面 只会建议中长线吸纳 有一只股 好啊 既然是长线分注吸纳的话 其实之前也是几个板块 好像图表里面 科技股 能源股 逆后复苏 电动车股 和内房股 这些股份里面 其实有没有 哪个板块 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呢 没有优先 你那时是买了 我们之前几节都强调过 分注吸纳 和分散投资 是做长仓里面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假设你这一刻看到 我们讲的能源股 是很厉害 一型八派很厉害 你全部买进去 市场开始追跌 那真是整个经济萧条风险出来 固然那些科技股 或者内房股 可能想得很厉害 但是能源股一样会近些 相反如果短线 有时夹着淡仓 市出现一些布袱式反弹 你就是拿着强势股 又未必能够收回 所以这个整个仓位建议上面 会变成主张投资 这五个Sector 上 而好Equal 也好 Distribution 目标 要说哪个特别重一点 哪个特别轻一点 如果有些人觉得 这么多只股份 我都要买完 我又掌握不到的话 那直接买指数算 那当然那个performance 就未必会有指数那么好的 这段时间 如果你是这样分散 跟着这个变事上面 有的当中你说 这么多只股份上 好像供丰那些 創近52就算底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做到分散投资 你会有其他东西 可以帮手对冲一下 那就做到那个效果在那 但如果你很集中 一两个就是做些短线补处 最刚才说 少做少错 那就不是太容易范围入 短线走势上我觉得比较乐观点 国泰 神话 中海游 甚至内房股 这些位置开始有点 但是这个就变化得很快 我又不太主张 在每集股这个节目上 那么更进 所以记住这个就是 偏长线位置 真正的长线 真的说了三五七年 好啊 但很有趣 今天你推的那只股份 在这个图表上面 现在还没看到个中影 刚刚开股就是银鱼 因为之前 其实上一次推介 就是2月28日推介 当时大概是42至43元 其实跟现在这个水平 41.65元 又不是差得远的 今次推介 和上次推介的原因 会不会有些分别呢 首先这么说 在之前刚刚的图表上面的股份 就是我们上次有推883 上次有个漂亮的timing 你也都看到跟着策略上面 有个不错的回报在 就是如果有个很漂亮的timing 我才会推那些股份 否则就麻烦自己 自动播分住收集 还有中长线投资 就不介意买入价 但是今次推银鱼 其实都是疫情后复数概念 但问题是 我觉得这一刻的timing 上面 有点诡异 我觉得 我没想过 今天突然间有些政策出来 这个是我说的 因为上个星期的时候 想到今天推银鱼算 但现在对比上去 我也设定了个小小圈 2月28日推 当然会跌死 因为问题是3月中 有些恐慌性抛售 但问题是 你经历过恐慌性抛售 如果你真的做中长线投资的话 下来这个位置 跟上次推介的时候 目标差不多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看看你的投资心态是什么 如果你上次跟着投资上 你做中长线也好 那就继续持住 今次你不需要再加住 继续分住级 继续维持pation 那就OK的了 但假设你有时候 我们每周估计会偏中短线为主 可能做完之后 下个星期会review 接着可能一个月之后 我们会写月刊上面 有什么风光遗迹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要小心 炒这些股份 假设27日 我们上次推的时候 都是这些想评买 38元止泄 但最终杀到36元 即35元都试过失手买 如果指线泄之后 走了 没事 没那么担心 但问题升上来的时候 上到紫舌位楼上 你又没有追回 如果没有 现在又上回 还原基本部的时候 我们最怕短炒就是这些状况 来今未来 可能不断地打紫舌 不断地被它震 但是如果你中长线 最终上去 当真正突破那一下 老实说 多数都吃不到的性浪 所以这些股份 我们觉得完全 就不是太适合 太过短炒 或者短炒上面可以的 要有些失败 你要跟得很贴的事 真的全职制考股 才会去短炒 现在对于一般省会 我们便宜 用一些简单直至的方法 中长述来看 银馀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通关概念 疫情过了 那些东西开始好 大家可以去旅行 那就受毁了 所以角度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 和我之前选择疫情后 复苏的股份 都大同小异 但是在这一刻 静 timing 是不是呢 其实你看图上 我没有想过今天一轮 有个政策出来 但是其实重新回 我之前的《今日记得节目》 都这么说 就是今天新的政策 就是说 新澳门博彩法减辣 是 我们炒这些通关 炒疫情后 说明是疫情后的 所以新澳门博彩法 就算减辣也好 帮助性不大 所以它这样冲完 回来 OK的 合理的 因为你炒不是炒这些东西 但是当然那些通关 我断股没理由 你这么好处 今天推明天通关 有的 是不是开心 没有的 都没所谓 这是一个收集棋 好啊 你也看看基本面 看回2021年 它那个EBITDA 对比2020年的亏损状况 有一个明点的改善 最新今年首季的 经调整EBITDA 其实都有5.75亿 是否预计 其实这个改善情况 可以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就一定要的 推得的就是 觉得它的改善情况 会继续下去 但问题 我们记住 我们买这些澳门博彩库 不是博它一时三刻 回到疫情前 2018年 2019年 那些风光伟迹的状况 其实2018年 2019年 都不是什么特别的风光伟迹 但是要完全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一两年来 是做不到的 但是为什麽上次 二月底的时候 都是推银鱼 或者未来豪博股当中 我受损是银鱼 原因就是 起碼它有个正现金 留在这 这些公司 就算未来未那么快通关 起碼不会不断烧 钱烧到叫救命 简单点 不会像奥博那样 就是你看到 就是说股价上面 奥博那些 是会自然的底位 它都说明 三四个月内 可能分钟不够钱烧 不知道是不是 是由这些迹象出现反 但是你看到银鱼 金沙的EBITDA 现金流压力上没有那么大 分别就是这样 而最重要就是 当疫情 或者通关一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以往比较受欢迎的 那些赌场 仍然都会比较受欢迎 他们可能说 特别说 就算未通关 他们都有很多 应对措施 包括staycation等等 你看到的而且是帮到手 所以我觉得就像银鱼来说 其实现在是博金的營運 最坏时刻二果 之前都负数了 除非你现在又来 蝕到飞气那样 不是说没可能的 突然间疫情还爆得很厉害 突然间 那些酒店 要拿出来做隔离酒店 那当然不行了 但问题是 情况有没有去到那么悲观 暂时又未治愈 所以短炒这些 就一定不划算 因为最坏时刻二果 这些不断是try and era 这样炒 但是中长线来说 我觉得都可以的 既然是在银银营 最坏时刻二过的时候 其实看回很多大行 看那些目标价 比起现价都要高 是不是有机会 那些目标价都不断调高 我想调高目标价 应该是难的 他们调高目标价的时候 我们这些位置收集了 会坐得很舒服 你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这些是纯粹幸福的烦恼 所以这一刻 我觉得你没必要突然间 觉得大行很快地 调高目标价 但留意很多大行 看五十多元的位置 几乎有样东西肯定 他们就是说 今天说对于豪渡谷的新政策 都一样 你看十间大行报告 有九间都是这么说 其实最关键是 一些边境管制措施 简单一点就是通不通到关 港珠一条大橋通到关 三地 那些人可以周围自由走的情况下 估计自然会有气息 就自然会弹一阵 你就会想 接着就会冲上去吹 所以现在说 是有少少投机成质在 就是你问我一注过OK 但问题就是 常常会止虚 止虚上去的时候 你又要转得快 不要下下就 42元买38元止虚 上回42元你又买38元止虚 就是我们避免这个状况 但如果你做中长线投资 那隔世分住吸 下去下去 你再继续要求 求求求求求评本成本 都不会跟现代差太远 也都不预料股价沉得很细 如果你说沉得很细 可能会说市场有些很大的根本性变化 譬如澳门疫情爆发一法才可以收拾 那些位置你都要懂得走 或者你是否有分住收集 我后面挂住 我记住于慢慢再低一点才能求求 所以我覺得分處級內其實都是有個打暗性的 不過問題就是自己有沒有失敗 有沒有看法去看 而最重要的是了解大康現在普遍的看法都是說 在等通關的措施出來 剛剛出來的時候當然能夠受惠 它不會一下子調升目標價 但是問題的時候股股就升上去 看到實際上跟著一半年一年的時間 通關了 人們回去了 浩本博社收入就有個氣息了 你們有機會自然慢慢地上調目標價 但是現階段復甦這個衝勁 的確價錢不少 在他們的股價身上 所以這些位置你問一個月 又不會太多上網空間 正如大學的目標價這樣看 50元左右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這些位置一注過 直播其實真的不是特別吸引 但是它們分駐收集的話我覺得還可以 好啊 但有一件事其實都很想知道 因為每逢假期 大家都很清楚那些旅客數字 究竟又多了 其實跟那個博彩收入的關係有多大 其實你看圖上看到會很一致 就是博彩收入的套戶走勢 跟澳門收入的走勢上面很相似 基數完全不同 一個就是用五十幾萬人去計 一個就是用幾億澳門元去計 就是幾百億澳門元去計 但問題就是我覺得兩者在村之前 有機會不大 其實歸根究竟 你也是在看通關 還有通關 有些人說會不會只是旺丁不旺彩 我覺得機會不大 那些人都引了這麼久 去澳門的時候 真的只是去大三巴嗎 那我覺得就會這麼簡單 但是當然說 如果未來的經濟下行 壓力很大的情況下 會真的有人沒有錢去賭 即VIP的客人 的確會少了很多現金 所以澳門博彩收入 記住我們現在不是一下子 看之前那些 2019年、2018年的高位 但是打抵抗一半的情況下 股價大量一至兩成左右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長線來說 要看以前的歷史高位 那就是兩個故事來的 這一刻就沒有條件看到這麼樂觀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滿市上面想找東西收集一下的話 我覺得豪賭鼓都有得想的 但是今天這樣彈完之後 如果短線來說 再向下市低位 都會有一定殺傷力在那裡 所以最好分住吸納位置 好啊 但是既然分住吸納的話 其實現價41.7元 是不是真的可以買 假設你做分住吸納 你就不會在乎買入價是何時的 因為你說這一刻買完 你都是第一注 再下去就再溝 升上去的時候賺少一點 但我正在賺錢 分別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一注過 還剛才說的 一定是越大越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麼拿捏很精準的 我寫40元買入價 就好像中海有那樣 就是前次推價那樣 我如果設定 都是低多少少 9.7元 他真的見過9.761 那就買不到 是不是要欠那兩毫子呢 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一注過的話 這些價位買我覺得都沒問題 因為反正都是38元之先 我覺得風險是可空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做一些中短線補儲 你又設定了指舍位 不要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上指舍位樓上 又不敢買 問題就是 以分的指舍作為一個分稅 當然如果未來見到一個period 在一個指舍位 38元這些位置上上下下下 策略的時候 策略就要改變 但是暫時在圖表上面 都不預料有這些走勢上面 所以我覺得 豪島谷暫時 我自己看中長線來講 這些位置都ok的 起碼說應該再試分 之前的低位的機會 沒有那麼大 好啊 也謝謝Arnold 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有沒有遲一下 以上提到的股份 也沒有遲一下 今集節目時間 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很久不見